哈囉 大家好 It's me 阿羊 大家現在肯定還是很認真的在打薩爾達吧 一個月的時間相信一定也是結了不少神廟吧 今天我們就要從這麼多個神廟裡面 挑出來我個人認為最有趣的十個神廟 主要會聊聊這些神廟有趣的原因 之後也會加上一些神廟的結法還有位置 那麼 趕快時間到 Let's check it out 第一個神廟 喬奇伊烏神廟 抽取之膽 地點在阿卡萊古代研究所的下面 移進去之後這不就是我們小時候的疊疊樂嗎 小時候都有在想如果有劇情的疊疊樂應該很好玩 今天就讓你看到了 用垮了還瞬間幫你還原簡直不要太耍 其實這裡可以通電讓這個小平台移動過去拿球 但是本著有遠路就要繞遠路的哲學 就是要讓他誇下來逆轉乾坤 然後再用救急手來抓取 旁邊的寶箱也可以直接拿一個隨便的積木 上下動一下逆轉乾坤這樣就拿到啦 這個神廟有趣的地方就因為他是疊疊樂 遊戲裡面還有一個遊戲 看起來可以在薩爾達裡面玩俄羅斯方塊的日子 也不會很遠啦 第二個神廟 歐羅姆瓦卡神廟 發射之物 這個神廟還要被荊棘包圍著 進去之前還要先燒掉 大約位置在塔當塔邊境 這是喜歡火箭的人不能錯過的關卡 因為整個神廟都是滿滿的火箭啦 作為一個節儉的海拉魯客家人 趁這個機會把所有的盾牌都裝好裝滿 也只是差不多的事情吧 要不是佐納霧沒有塑膠袋 我還想打包個20個火箭帶走咧 這裡的寶箱只需要在盾牌上面裝一個火箭 就可以輕鬆拿到囉 過河的方式也是千萬種 而我自然是選擇最麻煩的方式 飛天礦車 從這裡出去如果不在全部盾牌上面裝個火箭 都對不起這個神廟呢 這個神廟最有趣的點就是各種火箭的應用 直接撞擊目標 或是做一個充滿推背感的雲霄飛車 直接升空拿寶箱 像這在曠野之息 費盡千辛萬苦 才可以拿到原地起飛的能力 而現在王國之類隨便一種方法都可以飛上高空 唉 時代真的不一樣啦 第三個神廟 塔烏幽普西普尼神廟 位在海布拉山脈 海布拉山西月的下面 面對不斷滾下來的球 我們先用救急手抓住 然後 那一個鐵球擋不住 你有試過兩個嗎? 最後 林克帶一串葡萄 就這樣上去了解剖 這裡的解謎其實很有趣 雖然我一次就過了 但是其實不是因為謎題簡單 是因為我太聰明 事實證明 有時候救急手推不動的東西 用逆轉乾坤是辦得到的 這裡好玩的是逆轉乾坤的新玩法 有趣的同時也順便教會玩家別的逆轉乾坤的用途 第四個神廟 喬恩薩烏神廟 既深又強 位在拉捏的師弟 大概位置在麥塔島的南邊 這關最好玩的部分 就是有這個福利的小球跟板子 要研究怎麼可以打到上面的目標 大家上游泳課已經幹過這種事 就是踩著福板 在同學經過的時候 又斜著浮上來的福板 攻擊對方 有時候打到重要部位 還會被老師叫到游泳池旁邊發戰 也感謝當年同學們的犧牲 我才可以這麼快參與了這個神廟的擴解方式 這個神廟的有趣點 在於福利這個有趣的物理機制 比較可惜的是 在神廟以外的海拉魯大陸 並不常看到有這麼強福利的東西 或是相關的引用 畢竟海拉魯的怪物大部分還是在陸地上 也許續作可以開啟更多水中的戰鬥 這樣也許可以讓福利這個物理機制 有更多表現的機會 對了 水裡有寶箱 記得要到這裡來拿 第五個神廟 雜恩米卡卡神廟 撈曲之行 位在東哈克爾 當時地圖還沒開完 可以用坐標來找 這關需要把球球給撈上來 只有4塊板子 其實只需要一個球就可以通關了 但是你以為我這樣就會滿足嗎 開什麼玩笑 沒撈上來個20顆 我就不離開這個神廟 結果現在最高紀錄是4顆球 你們有誰超過我的紀錄 留言告訴我 你們將可以得到我的一句稱讚 你問我為什麼有趣 那也用說 你沒看到這麼多球嗎 有球就是好玩啊 第六個神廟 吉魯塔古馬騎神廟 飛天之物 位在拉內爾大水源上空 你在空中找到一個球狀物 進去裡面就是啦 從旁邊拿滑翔翼跟風扇 再順便拿一隻掉下來的滑板車 一個簡單的飛機就做好啦 這關最有趣的就是造飛機 還有就是設計者的巧思 叫我們不用操縱桿就可以開飛機的方法 不過真的不是我在說 這滑板車掉下來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是有多怕我們過彎太快 最後還需要用到倒轉乾坤才抓得到滑板車 話說齁 林克找神廟都可以找到天空了 一直在打遊戲的你 有多久沒有出門去走走呢 讓我來說一個故事吧 比歐拉是一個喜歡打遊戲的女孩 有一天她一路往常的打遊戲 等她哥哥逼著她要趁天氣好的時候出去走走 她哥哥心想 這次她沒有帶遊戲出門 應該可以好好體驗戶壞的美好 比歐拉走著走著 看到路上的車子 竟然看到倒轉成坤的幻覺 她繼續走著走著 看到路旁的樹 也是看到林克在看木頭 甚至是路邊的車子 都可以看到佐納屋的影子 這時候她的好朋友出現了 哇這個聲音聽起來很亞敗啊 比歐拉出門帶著這一個東西 其實是One More上買的收納包 小小一個就可以裝滿所有的歡樂 直到這個時候 VR的臉上才終於露出了笑容 和One More一網打進遊戲所有的歡樂 我阿陽的One More團購頁面也正式上線了 只要你點選資訊欄或是字頂留言的連結 不但會有折扣碼優惠之外 網頁上還有許多質感與性能兼具的產品 就讓我們一起共同尋找生活理想的模樣吧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 第七個神廟 支卡羅克神廟 在拉尼爾斯蒂的西邊 簡單的運個鐵球 竟然要走三個難題 直接是普通神廟的三倍 只能說這個神廟真的很划算 包準你物超所值啊 這個神廟讓你看到團隊的用心 每一個不一樣的佐納屋道具 都有他們獨特的使用方式 就比如說這個關卡讓你把大車輪的用途學習到了極致 海陸空都可以征服 就來說一個細節好了 在往上爬的那個部分 輪子剛剛好沒有辦法接觸到下面的閘覽 所以你別無選擇只能想到用木板把自己推上去 只能這麼說吧 薩爾達的領導真的做得不錯 第八個神廟 雷恩一劫神廟 飛翔之行 位置有這麼一點點難找 在一個洞窟裡面 這裡有坐標位置 除了第一個滑坡很簡單解決之外 第二個滑坡就要考驗你的海拉魯物理學 經過多次的嘗試 終於在這個神廟裡 拿到我的海拉魯物理措施 聽過角動量守恆嗎? 對!跟這個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個神廟讓人喜歡的點 就是能夠看到薩爾達的物理引擎真的做得好 單純知道過關的方式還不夠 必須要調整到真正合適的角度 才能夠把球送到對的地方 第九個神廟 馬卡斯拉神廟起身之物 在西哈特爾的一個山上 這個不怎麼難找 一直通天術上去就到了 大致上介紹佐納烏道具用法的神廟 都不會太著 這個介紹不倒翁的也是非常有趣 簡簡單單的組裝 一個投石機就做好了 有聽過槓崗原理嗎? 欸!還真的有點關係 簡單組裝一下 林克就可以飛得超級遠 這讓我有點想要嘗試看看 組合到最長的槓崗 到底可以讓林克飛得多快啊 最後一個馬亞西阿拉神廟 星劍之島也是一個空中的一個大球體 雖然之前都沒有特別排名制 但這個戶外神殿龍燈我的心中第一名 主要是它需要研究光的走向 很像是印第安拉瓊斯的電影裡面的環節 它裡面也有類似的橋段 利用光來照亮整個洞窟 真的非常的經典啊 雖然我不覺得兩者中間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也是一個很棒的謎題 特別是剛開始的光源跟結束的禁止 是在同一個輪盤上面 所以解謎的難度就大增 需要去做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非常的消耗腦力 這謎題的子與亮 跟雷之神殿的部分不向上下 非常推薦大家慢慢嘗試 好啦 以上就是十個有趣的神廟 你們心中有什麼其他的候選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之後還會根據不同的主題 挑出其他神廟來看看 那麼我是阿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